哈喽哈喽 视频开始日前 多关注 多推荐 多投币 多失常 谢谢 大家都知道我们快要去南京了嘛 就要离开上海了 然后我回想了一下我哭 我回想了一下我从2017年就来上海了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上海了 昨天晚上到的 这边风好大 特别冷 然后我现在要去了那个超市买点日用品 但是我不认识地图 我心好累 我后悔没有好好学地理 我看不懂地图 终于找到超市了 然后现在开始买东西 然后虽然中间有离开过 但是加在一起的上海我也待了三年多 那这一期的话就是说 要怀念一下你在上海经历的感情 对啊 跟你的 对 咱们这一期就是来 除了跟我的 那就没有啦 那这期咱们就是做一个小回顾 没有感情 都是夜情 滚 这一期咱们就是小山请一下 你别说这家嘛 咱们这一期就是走一个温情的路线 对 那我们两个人呢 在这两三年期间搬了四次一下 拥有了很多爱潮 对 那首先呢 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在上海住的第一个房子 Let's go 哈喽 视频开始之前 多关注 多推荐 多投币 多收藏 然后熊姐在那个18年的尾巴 终于有了依靠 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5 4 3 2 1 滚出来 然后就是这个 今天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对 对 好 来那个自我介绍一下 嗯 大家好 当然可以叫我 风哥 然后今年就是二十五 比大熊大 两三岁吧 两岁三岁 我九多年了 那大三岁 好的 那对于咱们的第一套房子 如果有四个字信用的话 咱们就是说 是啥呢 我觉得是战火连篇 你可以 咱们就是 当时 那我真的四个字叫被逼无奈 啊 你当时是不情愿是吧 对啊 啊 但是你不想是吧 不想 因为我觉得当时他的身体 依旧是一个就是恶 虎扑是虎 当时这个房子 咱们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沙发床上 咱们就是 什么什么卫生间 咱们就是一个身心俱疲 咱们就是一个都被掏空 所以当时你没有在隐教育这种是吧 没有在隐教育这种 当时咱们就是真的是 现在也有 当时咱们真的就是战火连篇 就扎立的感觉每个角落应该都有 但是咱们就是说抛开这方面 咱们就是说 再用四个字形容咱我自己的话 那就是 自私自利 当时啊 咱们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 因为就是太被偏爱了 咱们就是有恃无恐 哦 你说你是吧 我是我 哦 对吧 那现在就开始反思了 对啊 好的那转眼间呢 我们在这个家大概住了半年吧 然后我们就搬家了 就搬去了 松江 因为这些幸福感太低了 后面我们就尝试 帮到松江换了一个大房子 对 因为那个房 当时我们租的那个房子真的很小很小 20平 对 大概也要4000多块 但是20平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就是说就是合计了一下 就是我们就搬去了松江 哈喽 哈喽 视频开始之前 多关注 多推荐 多投币 多收藏 谢谢 今天是我们新家的 Room tour 对 就一定要收Room tour 不是吧 就一定要就就一定要加在地英文 但是为什么看这个背景感觉 跟我们原来的家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祖 对 实际上我们现在新家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 多少的东西 我觉得很烦躁 因为有些东西 我觉得不用带 但是那个燕小六非要带 就不舍得扔 就导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东西 有4个心理箱家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房子大概有 钱是一样的 但是松江那个大概有60多块 对 然后一下子就刚开始就 幸福感就 提升了 很多 之前在那个4000多 但是是个老破小 松江还是个新小区呢 就是环境好很多 对 然后我们就是用同样的价钱 去松江租了一个 60平的房子 然后是一吃一听但是很大 然后呢 就是刚开始 咱们就是 又要讲炮火连天了 对 咱又是炮火连天 刚开始咱们就是也是很幸福 就是在那边 那后面是怎么样了 后面啊 咱们在那个房子啊 咱们就是说啊 因为咱们就是印了一家屋 咱们就是说 不能说大打出手吧 咱们也是就是说 战火连篇 但是是那种战火 就是就是那种 就是 但是没有打过架了 但是就是说就是 经常会吵架 然后会冷战 就是当时真的是 有的时候真的一两天不说话 那个家庭比较大 有的时候就一个人在房间 然后一个人在客厅 咱们就是一两天 咱们就是说 尽头末路啊 我的天呐 因为当时咱们就是说 就是因为家伙什么的 然后 而且当时我们俩就是说 咱们没有成长 咱们当时就没有人退 没有人就是会先开口 当时咱们都是很骄傲的那种 就很骄傲 咱们都是说在不愿意先退投 然后我感觉啊 我感觉事情的转机 我感觉就是说 咱们的第一个孩子 就是后来咱们在松江的时候 就是养了溜溜 就是咱们的第一个宝宝 虽然说有点丑 那小孩伤开了 嗯对 然后当时其实养那个之前啊 其实我就是纠结了很久 为什么呢 我想说这个鼻真的很不爱作家 我很怕我变成单身母亲啊 咱很怕就是说 我以后就是说不仅要做家 我还要一个人照顾这只狗 咱们就是说 然后 但是我就纠结了很久 然后呢 后来是为什么 因为看朋友家养狗很可爱嘛 然后我们去狗场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太可爱了 就是真的觉得说 为了他就是说 富丹导我我也愿意 后来我们就买了 哦 那只还挺可爱的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很可爱 这两次不一样 虫物鸡 这是双血桶的 双血桶什么意思 父母都有血桶的 就是村下都比赛的 品质要好的 开着它 这个两个东西 这个也是母的啊 双血桶的会比虫物鸡的好是吧 颜值是这一块就能占巨大优势了 然后体型啊这方面 体型就大一点 嗯 稍微要撞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 嗯 对 啊 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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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别来我没必要 别来我没必要 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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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我没必要 没必要 然后买过之后呢 就是说 你就是说有颠覆 因为我本来以为 我要成为一个单亲母亲 就是单身母亲 就是说 我以为你会不管不会 就是偶尔对她开心 后来你比我想象中嘛 要负责任啊 就是说 因为我们家现在到现在 就是养了两只狗 狗粮 我基本上没有买过 然后都是她买的 然后她会去看一下 就是什么 配方啊 什么的 然后每次洗澡啊 基本上也就是她 她来当那个C位 她来 她主要是她来弄 什么呢 就是她不想象中的负责任 我本来以为就是说 今天是为什么大说好话 让我有点不配 今天就是说要借钱 夸你还不好啊 对啊 然后就是说 反正一整年的好话 今天这期视频都听完了 然后在中间我们住了 这个房子我们是 租了租到了那个租约 整整租了整整一年 对 然后后来是因为 因为我爸妈就买了新房子嘛 然后刚好那个房子就是说 就是装修好了 我就游说她 就是跟我一起去同龄 住 对 然后 同龄那个房子呢 本来就是 本来是我 其实是我们父母购买的新房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城市比较小 房子很便宜 基本上父母都会帮孩子准备新房 然后呢 后来就是因为我不准备留在同龄嘛 就变成了我父母养老的房子 然后那个房子有100多坪 然后又钢装修好 我觉得 哎 那我们可以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嘛 我不 我父母不准备搬进去 准备 就是准备在旧家的住段时间 我觉得 那我们那既然空着 又是新装修好的 那我们去住吧 还有很多很有幸福感的设备 什么按摩椅啊 这类的 主要我是为了说 当时我主要是为了省房租 因为我觉得房租 咱们在上海一个月要4000多嘛 加上服务费可能快5000了 我觉得那不如回老家 老家有房子空着 我们不如回老家住 对不对 刚开始回老家的时候 我是 我感觉是挺幸福的 就是说家庭在旁边 而且就是同龄的吃的 又很对我的胃口 而且又不用窝居了 同龄房子100多坪 但同龄的话就是说 我是觉得很幸福 因为我觉得终于不用窝居了嘛 然后压力又很小 然后他是觉得同龄就是说 反正就是程序 你不要给我瞎爸爸一会儿害我被人被网络暴力 他觉得从这个程序太小了嘛 咱们就是外卖也没几家 吃来吃去 每几家加起来都没有六七家 十家 但不要录了 反正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他 刚开始是他觉得同龄太小了 觉得没什么外卖啊 不方便 买个菜都要去五公里外 哈哈哈 好了好了 我算了 我还是不要危险发言 你记得说 不想录了 哈哈哈 那刚开始住到那个同龄的那个房子呢 我觉得挺幸福的 因为就是觉得终于不用点窝居了 因为我们家就很大嘛 有100多坪 然后又不用叫房租 然后呢 他一直是觉得说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地方比较小嘛 就是外卖啊什么的就是说 没有什么没有几家 然后呢 我是住到同龄之后呢 我是第一次觉得说 那么羡慕大城市的朋友们 因为我本来觉得我的同龄 就是可以经常跟朋友见面啊什么的 然后 去到同龄之后就发现 你很少 我基本上同龄没有见过朋友 英名朋友 阿辉去外地工作的就比较多了 基本上就去了 不然去了南京啊合肥 学习比较好的 可能去了北京上海 就觉得 地方真的很小 然后基本上没有朋友 会留在本地 然后我觉得我们拍什么也很不方便 有时候买什么道具啊什么的 外卖都点不到 虽然我觉得还不错吧 住的挺舒服的 但是养老太早了 但是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 今年咱们又回上海了 那我们住的第四个房子呢就是 现在我们这一套 这一套住了 呃 住了多久 差不多一半年了 现在 嗯 对 然后 哈喽哈喽 视频开始之前 哇你吓我一跳 多了 就多对钱 多多比多说唱 谢谢 今天呢又是一次我们的 ROOM TOUR 哇 是不情愿是吧 我已经吵了我了 然后他就一直内涵我 就说 嗯我们家就是可以拍ROOM TOUR吗 就是他的意思 我不是内涵你 我不是成熟事实吗 这么小就屁大点地方 还能水一期视频我真的 他不要唱了滚吧 哦 不然一上来就跟我借口去跟他 你躺下来了吗 不是我我就是说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家呢 现在这个家是在上海的那个 敏航区啊 然后呢一个月的月租是5000块钱 但是它特别小 呃呃 我们在自主上租的 自主上写的面积是40多平 但是这个应该是建筑面积 他使用面积的话大概就是30多平啊 就是比较小 现在呢这个大家来参观一下 所以我尿尿了感觉先擦一下 这一套就是这一套的一个变故啊 就是说 本来是想把那个风哥哥小吴 骗到上海来当邻居的 没想到被他们拼走了 对然后他们又准备回南京了 嗯 然后他们准备回南京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上海的确就是又也留不下来吧 而且 因为幸福感也没有 毕竟上海大城市了 生活节奏什么的都比较快 就是幸福感没有 那么高 而且就是说 他家也挺近的 离他家也也 也不是很近 但是坐坐动车 还可以晚三四个小时 对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去南京了 嗯 然后去南京 我们这件事准备就是说 暂时就是住房子嘛 以后觉得说有 有时候可能就是过年之后 咱们才能就卖了 对 对 过两年之后咱就要去看房子 对 我是希望就是以后咱们就是说 有一个地方 咱们就是说可以定下来 就是说 房子里就是可以买很多 我们喜欢的就是一些什么 有的没的 什么什么C碗键啊想买什么 就是可以买了 就不用担心 半价的时候太麻烦 然后另外就是说 可以多交点朋友对吧 你现在你像在上海有 你交了朋友 但是你后面你就去到别的城市 这个朋友就 断了 就断了 对 所以咱们就是希望可以在那里定下来 可以多交一些就是好网友 就是这样 咱们就是说 那咱们这些视频 好的 那咱们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 咱们就说 我喜欢在家里面的地方 那咱们就会有什么 我喜欢在家里面的地方 就会是这样的 那咱们就会有什么 我们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什么 那也就会有什么 那咱们就会有什么 那咱们就会有什么